洗热水澡先洗头 会增加心脏的负荷 增加心血管疾病 发生的危险 正确的顺序是 先洗身子再洗头 他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就是我们洗澡的顺序的问题 先洗身体再洗头 先洗哪 那我们知道 其实在我们人的身上 我们认为哪最重要 或者我们认为哪出了问题 可能会更严重 心和脑 心和脑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四肢 可能相对来说 我们的血流 这个会对血运的这个变化 当然它的这个影响 可能不像我们的心脏 和我们的脑血管 这个意外发生的这么突然 当然如果你的室内外温差很大 或者你去洗澡的时候 有这种剧烈的一个温差的变化 那我又要洗 我怎么样的一个洗澡顺序 尽可能减少对我身体的伤害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先洗四肢 后洗去干 后洗我们的头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很靠谱的一个方法 那为什么呢 可能你的这个让身体 先有一个血管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这个温度的变化 血管的舒张 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过程 等我适应的差不多了 那我再让我的这个脑血管去适应 可能相对来说 会减少我们脑血管 发生各种意外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所以可以先打湿这个身上 先让躯干上 先这个逐渐的适应 然后最后我们再去洗头 是一个保护 好 第一条新闻里边的雷先生 他是因为洗澡被冻出了中风 而第二条新闻里 刘先生是被冻出了假中风 真面瘫 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去年12月的一天 湖南省衡阳市75岁的雷先生 觉得外面太冷 在家洗澡时 突然感觉半侧肢体麻木 意识不清 一侧嘴角无法闭合 家人以为是洗澡冻出了中风 就把雷先生紧急送往了医院 医生对雷先生进行一番检查后发现 雷先生的确是因为洗澡时温差过大 造成了急性脑梗死 我们互动群里 很多小伙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表示非常着急了 我们有一位朋友说 他每天上班的时候 就是骑电动车的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 表示自己来 是送外卖的外卖小哥 因为他的工作 就是需要来骑电动车的 那岂不是一工作 就要吹冷风了吗 大伙先别急 咱先把面瘫这个事 咱们拢明白 什么叫面瘫 怎么回事 咱们知道面瘫的学名 叫面神经验 而周围性面瘫 跟面瘫是一回事吗 周围性面瘫 就是我们说的叫 特发性的面神经验 也叫特发性的面神经麻痹 这个人表现为 从额头到眼眶 到面部的表情机 到闭嘴 这一串的表情机 都出问题了 新闻里的朋友 这是因为天冷 吹凉风之后 导致的这种面瘫吗 对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会说 吹凉风 夏天吹空调 尤其小邪风 吹邪风了 窗户里面睡觉 其实我们确实也看到 很多人就是这样得病的 夏天的时候 很多的年轻的孩子 大学生 高中生 趴在窗户里面睡觉 然后吹一觉 睡一觉 醒来之后发现 嘴外眼血了 这样的情况 确实很有发生 我们说 其实到目前为止 面神经验 仍然是病因不清楚 我们认为 它跟你自身的免疫功能 免疫状态 是有一定关系的 那么吹风也好 着凉也好 还有的人就是病毒感染 它就是诱发你发作的一个诱因 所以我们看到 大学上有那么多人的人 在吹凉风 也不是所有人吹了凉风 就一定会 必然会出现面瘫 所以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去紧张 但是一旦已经发生了面瘫的时候 医生也一定会叮嘱这个患者 你要戴好口罩 你要防止在这个期间的 继续的着凉 诱发你疾病的一个加重 所以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 不论说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那我们冬季做好面部的一个保暖 其实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面神经炎应该是炎症感染 那就应该有传染源 要么就是病毒 要么就是细菌 那咱们退这个一万步讲 就算它是无菌性的感染 那它这个内部也应该有损伤吧 它这个情况就是吹点风 受点寒 它怎么导致得上这个病的呢 其实很多患者在临床上 会问我们这样的问题 医生我得的是面神经炎 那一听这个炎字 我就有炎症 所以他经常就会跟我们说 给我用点香烟药 给我用点抗病毒的药 你给我开点这样的药去吃 那其实我们简单点说 面神经炎 它虽然叫面神经炎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炎症反应 也就是说 它不是由这个病毒 或者这个细菌 它直接感染了 导致的我们的一个炎症反应 它是一个无菌性炎症 什么叫无菌性炎症 由于这些病毒感染也好 由于这些着凉受风也好 诱发的我一个自身的 面神经的一个自身的免疫反应 自己产生了一个免疫的异常 所以这个疾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通常我们也会给它用一些特殊的 抑制炎症反应 抑制免疫反应这样的一个药 所以正常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都会加一点小剂量的激素 那作用就在这儿 冬天再加洗澡 中风咋还冻出来了呢 室温和洗澡水温差过大 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那么具有心脑血管疾病 相关危险因素的人群 一定要控制这个温差 吹冷风吹出假中风 中风和面瘫咋能分清 中风多半会有一侧 肢体麻木无力的症状 面瘫多半它的症状 只局限在面部 提示各位伙伴 关注健康医生亲的公众号和抖音号 上面有更多健康信息 跟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有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 可以通过私信留言 我们将协同医生朋友 为大家来解决您的健康困扰 好 今天就到这儿了 健康医生亲 好 我们眼前进入